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更Lucky的是呢 我们今天请到南加州最有名望 最有经验 最有口碑的整形美容专家 孙国领医师 来我们介绍十项 最新而且是唯一的一项科技 叫做飞梭电光雷射 孙医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好 我刚才呢 特别仔细看了一下 孙医师的这份服务手册 上面有提到 永远领先引进最新的设备与技术 孙医师 从您各方面的报道看来 您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在走 是的 保持这个最先进的技术 引进最先进的技术 与科技有效的治疗 一直是我们 共同团体的一个终止跟理念 太好了 这个名称呢 听起来就好像有这个 飞溯时光隧道的感觉 可以帮助我们改善 这个我们所有衰老的迹象 孙医师 我想请教您 这一样新的技术 它的特色跟优势在哪里 好的 飞溯电光雷射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一个技术 这是第一次美国卫生检验局FDA 特别批准给亚洲人皮肤 来恢复皮肤的青春 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选择 这个效果超出一般的雷射 那可以改善四样事情 第一可以改善BOTOX 其注射不能改善的皱纹 第二可以改善慢冲光 不能减少的内分泌斑 第三可以减少 患肤或者挪皮不能减少的痘疤 第四更重要的是 可以同时改善脖子 与身上与手部的这些皱纹与斑点 这么听起来呢 这项技术好像可以把所有 时下一般人在用的一些技术的缺点 都可以把它补正了 是的 我们知道皮肤改善 最有效的方式是靠脱皮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激光的 换肤的一个技术 那么在这个方案里面 我们现在有很有迅速的方式 很完整的方式 来改善这皮肤的问题 那在做这个治疗的过程里面 会不会痛苦呢 花多好时间 是的 这个治疗一般来讲的话 恢复期非常非常短 通常有三天到四天的时间 做完以后皮肤会有点 日晒的感觉 然后过两三天之后会有轻微的脱皮 脱皮完之后 第一个现象 大部分人所发现 就是皮肤马上就有美白的现象 那多久要做一次 要做多好吃 它的效果才会出来 是的 这个方面治疗 为了飞速电光雷射 我们是合并 电光跟飞速 两个不同的技术合并在一起 也就是说一个方式用脱皮的技术 一个方式不用脱皮 那么这个方式治疗来讲 我们通常是做四次的飞速雷射 再加上两次的电光技术 是的 现在呢 就让我们带您一起来看看 我们社区的名人美食烹饪专家 林慧宜小姐 接受孙果领医师做治疗的过程 皮肤改善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靠脱皮 但是传统式的激光脱皮 对亚洲人不是很适合 因为恢复期太久 那么第一次有这个技术 FDA approved 专门给这个皮肤比较深的人 来做这个皮肤 这个回复青春飞越时光的改变 它这个技术是一个 是超出一般雷射激光的治疗方案 所以对亚洲人的皮肤来讲 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 我相信皮肤好 可以让人看起来漂亮年轻有精神 但是平常实在是太忙太懒 没能好好照顾自己 皮肤保养的事就交给Dr.san吧 我相信孙果顶医师的飞缩电光雷射 可以让我的皮肤再度年轻漂亮起来 飞缩电光雷射 最重要的是保湿和防晒 防晒是哪个人都必须要做好的功课 并不是做完这个疗程才需要加强的 非常感激孙果顶医师 带来这项最新的技术 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朋友呢 得到漂亮有精神年轻的皮肤 的确细致的皮肤可以让我们看起来年轻有精神 您想看起来有多大的岁数 您想得到怎么样的效果 都靠您自己的决定 这么好的技术您千万要好好把握 孙果顶医师的真善美整形美容中心 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 欢迎您来电话626-447-8828 谢谢孙果顶医师 举例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观众 谢谢观众